好 我們來把這一個 棒利捷 就是韓國的韓服的 Akadon的這個手遊 那我們先進入這個直行這個視窗 那個直行視窗怎麼進去呢 就是按在你的桌面底下呢 在鍵盤按下Windows鍵加上R 就會跳出這個視窗 然後呢 在這個視窗開啟裡面 輸入REGEDIT 好 好 那點進去之後在 你的 左邊這邊 這樣看得到我的滑鼠嗎 左邊這邊 左邊這邊一直點點點點點路徑 我上面這邊有路徑 我等一下會在那個 資訊欄上面寫這個路徑 你就依序點點到這個地方 因為是韓文我不會念 反正就是這個 這個 邦地捷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好 好 那在這個 Akadon裡面這個 資料夾裡面有看到這個 呃 Local Localization H13208870這個 好 那我們按下右鍵按下修改 我這邊右鍵他 呃 我的那個畫面他解解不到 反正按右鍵之後他會出現一個修改的 好 出現之後你點進去會出現這個 哦 好 這個 點進去之後他會出現這個東西 好 數字名稱 然後把他改成5457 改5457 然後就變TW 啊 你們不要 就是5457代表什麼 呃有寫過程式的應該都知道 知道意思 好不管 反正你們就照做 好按下確定 他按完確定之後呢 好 可以確定一下 這邊是不是變5457 好 如果變5457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 界面關掉 再重新開遊戲 就會變中文化了 然後看到嗎 他就是 界面已經被中文化了 但是他公告訊息他還是韓文啊 但是界面會變成 UI界面會變成那個 中文字 好 那希望可以幫助到各位 齁 一起享受 這個 阿KAYDEN 棒地節的有手遊